关于布拉格广场的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一名叫托马斯的年轻人 他在布拉格广场的一家小画廊工作 每天将他的艺术灵感投射在画布上 画出布拉格生活、人物和景色 有一天,托马斯被一位神秘的中年男子打断 这个男子短小精悍,面带笑容 但是他的眼神中似乎藏着一种深深的忧郁 他站在托马斯的面前默默地欣赏了很长时间 最后他选择一幅绘画布拉格广场日落的画 这也就是托马斯的个人所爱 这位男子并没有砍价 付了钱之后便带着画离开了 然而神秘男子在画一天之后又被送回来了 画的背面付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的 托马斯,你的画使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但我无法带走 我希望你的画让更多人感到幸福 就像我一样,祝你艺术之路越走越远 纸条的背后 神秘男子留下了一个金色的戒子 托马斯查看戒子 发现上面的雕刻布拉格城堡的标志 这显然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物品 托马斯深深地看到这个陌生人的诚意跟善意 所被其感动 他把戒子挂在画廊的上面作为一个鼓励的启示 他相信他只要用心去描述他所爱的这个城市 他的作品就会打动每一个观赏者的内心 从来以后 托马斯的作品在布拉格广场上越来越受欢迎 他的画不仅仅描述了布拉格的美景 还传递了一个美丽的心灵 和触动人性的暖意 而他始终珍藏着那个金戒子 时刻提醒自己要以真诚热情去面对生活和艺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